一诺被换下,AG才能重回巅峰吗? 其实这说法并不完全对 如今的AG需要的是有人帮一诺分担压力 而不是依赖他赢比赛 2023年KPL春季赛第二周的比赛就快要开始了 首周AG的表现不能说差,只能说是差到极点 毕竟他们输给最不应该输的对手RW 仿佛是在告诉所有玩家,效应不是队伍的短板 全队除了一诺都换了个遍 AG补枪的方案一直都有问题 以至于有玩家再次直言 AG不换一诺别想夺冠 实际上这番话只有圈外人才会说 圈内的人员给出的都是不同的答案 格米尼看完比赛就直言 如今AG只剩一诺一个老人 射手前期本来就很难做事 中野府需要掌握好前期节奏 别让一诺发育不起来 而作为AG唯一的冠军教练 月光他复盘比赛 觉得很多地方队伍的沟通出现了大问题 第一局团战打得稀赖 比如下竹第二局没有防着对面 再次三人抢中 长生又吃到了蓝buff的经济 导致魏央开局血崩 这些明显就是沟通跟战术有问题 有点像是那时候的初晨 野区直接被对面反乱 想做事自然很难 所以才会有玩家说魏央逐渐沉化 至于宜诺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他很多操作也难以让人理解 个人猜测是他当了新队长后 需要分心指挥队友 才会导致自己的操作变形 比如硬是不交闪现 那么AG换掉宜诺就能回巅峰吗 这番话很明显有问题 当初并不是没给激光机会 只是随后发现宜诺的状态比他更好 这才继续作文首发 只是大部分玩家依旧提议换下宜诺 主要原因其实是为了证明他没问题 而不是真想他变成替补 不过激光要是替补上场 队伍的成绩一下子起来了 到时候尴尬的就是一诺 所以这也是奶茶教练 不会轻易把一诺换掉的原因 总之如今的AG需要的是各种安排 选手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而不是五个人上场 像是没加好友一样 一点配合都没有 以前AG打团出了名的厉害 总能在劣势的时候 通过打团赢下比赛 现在是运营跟打团都已经不行了 那还如何取得好成绩呢 咱们来自拍照 好 好了 陪了 我们也有题 就会